当然还是希望有更多人可以看台湾电影 然后真正把台湾电影复苏起来 因为现在看似台湾电影好像比过去有些进步 但事实上百分之九十的台湾电影 基本上还是惨陪嘛 所以就希望我的电影可以慢慢让大家 改变自己这个台湾电影的看法 小学是一个用小孩子的视角讲说 因为人口流失的偏向学校 然后变成废宵的一个故事这样 所以问题对你来说电影或动画是代表什么 当然就是一种梦想一种企图 一种生活的方式和工作专程的方式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褒ie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